作曲 李宗盛 澳門節慶特別多 不少廟宇仍保留著學神誕的儀式 為廟內的神明慶生 除了祭祀儀式和神像出秦 重頭戲就是酬神的神功戲 每逢農曆二月初二土地誕 雀仔圓福得詞就會上演神功戲 神功戲的意思即是為神造就功德 這戲曲表演如神如人 神人共樂 達到酬謝神恩和祈願平安 神功戲是往式本地漁民及陸上居民 信仰習俗的重要組成部分 過去人們生活簡單 日出而作 日入而適 娛樂活動不多 神功戲可以算是大型娛樂節目 這個節目已經成為澳門華人傳統習俗 原集至今俗稱體大戲 目前澳門有七座廟宇的神誕有神功戲 包括沙梨頭土地廟的土地誕 雀仔圓福得詞 哄仔北帝廟的北帝誕 馬國廟前地的天候誕 路環譚宮廟的譚公誕 大三巴拿渣廟的拿渣誕 以及新橋連溪廟的華光誕等 神功戲是澳門的傳統節儀人 在廟前搭建戲棚 公演粵劇籌神 以前娛樂很少 所有澳門的廟宇都有神功戲的活動 街坊 親戚都會走在一起 共度這個節慶日的日子 小時候我奶奶帶我到馬國廟看神功戲 他都有參與 之後我爸爸也繼續參與這個活動 到我三十多歲 開始成立馬國水路演技會 一直到現在都希望生火相傳 澳門人荷誕酬神的歷史 早在十七世紀的時候已經傳到歐洲 1695年 意大利旅行家傑梅利 由歐洲和中國後 回國編寫環球旅行記中 記錄在澳門上演的一場大戲 1863年 德國畫家希爾德·布蘭 考譽《天后丹》 並繪畫了馬國戲棚 為後人留下最早的視角圖像 每次上演神功戲都會搭建臨時戲棚 時至今日 搭戲棚的傳統依然保留下來 並成為神功戲文化的重要部分 神功戲和戲棚的文化相負相成 百澳工藝就廣泛應用在建築上 以不同的形式傳承傳統文化